我們現在所在的位置位在萬華區的青年公園 在外面看到的馬路是青年路 沿著畫面往左手邊帶可以抵達我們的馬場丁的運動公園 現在在鏡頭看到的這個是我們新落成在2021年第一季才剛落成的一個飛行探索的遊樂區 總共分10個區 目前我們今天要看的房子是位於現在著手指的叫做叢人花園的一個社區 從人花園的社區 首先在這個親子探索的遊樂區的部分 它的設備都非常的新穎 假日的話在這邊會有蠻多小孩過來玩的 目前我們已經走到了我們青年路152巷這邊了 青年路152巷的巷寬是12米 左手邊的是我們的全家便利商店 首先我們來到了這個角落 青年路152巷巷口這個角落 就是我們從人花園的D洞 ABCD的D洞 它的社區的洞別的屬法 總共有ABCDEFGH 總共有8洞 那它的命名分別從我們待會要看的萬大路423巷開始看起 美洞的社區的一樓的出入口是一個 那一層共規劃四戶 分別是左邊兩戶右邊兩戶 那兩戶是面中庭 兩戶是面外面的馬路 青年路152巷跟萬大路423巷 那接下來我們先往我們萬大路423巷的方向過去看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來到了萬大路423巷 所以鏡頭往右手邊帶呢 看到綠色的那一塊呢是我們的青年公園 那在右手邊看到的 這個社區呢是 中貞國宅的社區 中貞國外社區那邊有一個青年路的派出所 在我們把鏡頭轉回來我們的叢人花園 現在看到的左手邊的這一洞呢是我們的A洞 A洞 如果沿著我們這條423巷 這條16米的巷道繼續往前走呢 可以抵達我們的光人國小跟光人幼稚園 從我們社區步行到我們的加拉捷運站的步行時間 約末是5分鐘 那接下來我們已經來到了我們社區位在423巷 B洞跟C洞之間的一個出入口的部分 右手邊看到的這個是C洞 中間的這個是B洞 可以看到他兩戶四面我們的423巷 兩戶四面向我們的中庭 再來我們先去看一下我們423巷的車道出入口 車道出入口的部分呢 他一樣在萬大陸423巷跟在青年路152巷 各有一個車道出入口 地下室都挖兩層 每戶呢分配一個車位跟機車位 再來呢我們準備前往社區的中庭去看 我們的國小學區呢是東元國小 國中是萬華雙元龍山古亭 萬華雙元龍山古亭 現在我們左手邊看到這個呢是我們的C洞 右手邊這個是B洞 那在BC洞之間有個剛掃的一個守衛亭 接下來我們繼續往我們的中庭前進 如果去往前面直走呢 可以抵達我們的青年路152巷 這邊是我們的日間的一個管理中心 社區的管理剛掃是位在這個位置 再來我們從C洞開始看 C洞的坪數呢都是57.26坪 兩戶面中庭 然後再來是B洞 一樣他的坪數是57.26 A洞也是都是57.26 再來那邊看到中貞 再依序是 珠洞 就是D洞 D洞的坪數比較大 D洞跟E洞的坪數呢是64.57 再來是F5 F的話他的坪數就有一些差異 最後比較特別的部分呢是 G洞跟H洞 G洞跟H洞的坪數呢 H洞是最小的 49.86 如果要找最小坪數的要照我們最 下面那個社區去看 然後呢 G洞是倒數第二小的 現在我們已經看到我們社區導覽圖的部分 右手邊帶到的是我們的管理亭的部分 然後再來呢 新年路然後租EFG H H是最小的 然後在H洞的旁邊呢 一樣有我們的車道的出入口 我們的基地面積呢 總共有 11309平方米 11309平方米 A到G洞呢 全部都是14樓蓋的 像現在我們看到我們在中間 中庭的部分呢 兩洞的後面呢都是後陽台直接相面對 只有H洞是10樓蓋的 只有H洞是10樓蓋的 而且它的坪數也最小了 目前我們已經來到了青年路152項 前面是往我們青年公園的方向 那一樣我們剛剛有提到 說在我們的 青年路這邊 租 不好意思 E跟F中間呢 一樣有我們的一個 從容花園的出入口的部分 接下來我們來看到我們青年路152項的 車道出入口 一樣這邊有個車道出入口才用我們的 e-take感應的方式 機車跟汽車是屬於分道的 最後我們看到我們在隔壁的 空南山村的一個國宅的社區 以上 我們可以看到H洞在車道口旁邊這一洞呢 他只有10樓蓋 平數也比較小 平數是49.86 我們就要台南山村的一個國宅的公園 我們可以看到H洞